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师父 我们到了 前面就是大悟村了 大悟村的人不都在恶人松吗 怎么村子里看样子还有不少人 不应该啊 连年饥荒 村里连猫狗都没有一只 更何况是人哪 那是我家的屋子 怎么被人占了 你们是谁 在我家里做什么 小子 想抢房子 也不看看自己的实力 是你们占了我的房子 你们赶紧离开 小崽子 我看你活腻歪了 会和爷爷抢房子 你们是谁 我知道 我二人是江湖上凶名鼎鼎的双眼大盗 瞎了你们的狗眼 我是恶人松的 恶人松 刘魔头 听说柳长风在虎阳城 灭了三位掌门 他们人多失重 暂时不招惹他们 可惜我们抢来的房子呀 既然是恶人松的朋友 那这处房子就让给你们 慢着 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柳长们不知道 此处有宝藏将现世 什么宝藏 详细说 什么宝藏不得 而知 这里最先是凤林宗发现的 据他们的宗门点击记载 此地是上古仙人的一处修炼秘境 每隔百年便会开放一次 而进入秘境的机会 便是这二十八座房屋 每座房屋都建在特殊的石阵之上 柳长们来的也是小 明日就是秘境开放的时刻 到时候待在屋子内 会被自动传入进秘境 传说里面有数不清的宝藏 还有令人白日非千的东西 这里是你们的家 你们知道此事吗 不知道 不过我们的房子为了稳固 确实都建在石头上 我倒是听祖辈们说过 曾经有人睡着觉 就被带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 然后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又莫名其妙地回来了 曾经有人啊 带出过一盏黄金珠台 卓是卖了不少钱 你们是这里的原住民 不错 这座房子就是我的 这么看来 这里闹饥荒都是假的 目的是为了赶走这里的原住民 甚至不惜害人性命 刘长文 这事和我们无关啊 都是凤林宗做的 最开始来到这里的 也是凤林宗的人 我们只是后来偶然得到消息 才赶过来的 师父 你的意思是 我们江家饿死的大部分人 只剩下二十三口人 不是脑饥荒 而是被人害的 据说凤林宗刚来的时候 暗中破坏江家村的生活 粮食绝收 身体滑坡 河水断流 使江家村的村民死烧大半 不得不搬离这里啊 可恶 师父 我要找凤林宗的人报仇 等等 凤林宗的人来了多少 二十八座房屋 凤林宗占了一半 剩下的 都是我们这些 陆续而来的散人 因为马上要进入秘境了 谁也不知道 具体什么时候被传送 所以大家都待在屋里 狠手外出 师兄 老爸和老九 肯定躲藏在某座房屋中 要不要把他们俩找出来 先不用 此地龙蛇混杂 马上要传送了 越少人知道我们到来越好 这个凤林宗 你们了解多少 凤林宗 在江湖上的口碑还不错 就在二郎山的旁边 说起来在地理位置上 恶人宗 二郎山和凤林宗 呈三角形的关系 凤林宗 自称为先门后裔 这应该是他们探索出 这处先人秘境的原因 门派的人一个个都性格怪的 霸道 极其难打交道 传说门派有十个百年修为以上的高手 这次不知道来了多少 这样那可就难办了 真的能传送吗 我总感觉双眼大盗在忽悠我们 有点饿了 在这屋子里闷了一天没吃饭 蒋葵 你家里还有没有存粮 我们还至于逃荒吗 三师叔 你这话问的 家里要是还有存粮 我们还至于逃荒吗 大家小心 开始了 这里就是仙人蜜匠 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 玩家还不错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我要吃了你 人呗 借你小命迷呀 不可能 你不明显和凡人无敌 不不 饶我一命 啊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旁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 你不不 赵天 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秦宇 不可能 让你命迷你 接近了 接近了 成为废人 怎么办 让我正中的 让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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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